从水路去墨北要半个多月 柳西英买副愿气 路上走三天歇两天 行程拖了 江北又位于去墨北的中间 所以夜昭压根没想到 他走了十天还没走过江北 更没想到他没选择经秦安县回家 而是要从秀水县去古陀山出家 他见夏玉瑾走了 立即偷偷摸摸回房 让秋华看风 秋月摸摸 本来大叠诗词歌赋 声般硬抄 瞧着二郎腿 咬着笔杆 硬着头皮 继续给表妹写第三十四封道歉信 鼻彩消息一日不见 如三秋夕 是指和朋友不见面 如同秋天般寒冷吧 销是吹销吧 为什么要采吹销 表妹喜欢闻脏脏的东西 夜昭洗得脑袋都打结了 恨不得一把火将书房烧了 她求助地看向两个亲兵 秋华望天 秋水看地 两个女文盲默默不语 表情难看 活像上司要逼他们去上吊 夜昭长长地叹了口气 无比想念远在上京的胡青 东凑凑西凑凑 时抒情 时诉苦 时婉约 时豪访 即百家大成 终成一篇洒洒脱脱 数十字的感言巨作 她耐着性子重新抄了三遍 字体还算工整 可惜 没有幕僚 润笔和修士 里面可能还有不少错字 也只能凑合了 文章写的烂没关系 成一道了就好 夜昭满意的吹干墨迹 欣赏许久 将信件卷起 打上火漆蜡印 附上在秀水 首饰店购买的特产 乌木梅花簪子 让秋水偷偷送去驿站 秋水抱怨道 将军 你都寄那么多信了 怎么表小姐 连一句回音都没有 就算咱们郡王爷 出劲的 不让她进门 也不能全怪将近吧 她也太死心眼了 夜昭思索许久低头道 她本来就是个 容易死心眼的孩子 大概还在生气 秋华便便嘴 你隔三差五给她写信 说不准她看到信件 小姐往这会生气 夜昭道 写信至少能表示 我没有忘记她 时时刻刻都在忏悔 虽然她收到我的信会生气 可是如果收不到信 她会更生气 久而久之 等她想通了 再去见她 秋华听得迷糊了 这样有用 海夫人教的 这是红女人回心转意的绝招 自逮住白雕后 夜昭对海夫人的教学能力 由衷佩服 言听计从 虽然她甜言蜜语 不会 但是诚心毅力 和职着强悍至极 能融会贯通任何战术 是将表妹哄回转烂 等下雨景消气 等表妹放下后 再给她在上京找门好亲时 三不五时串出门 放在眼皮底下疼惜 反正将来的表妹夫 敢对表妹有半点不好 她就敢让表妹夫的母亲 这辈子再也认不出儿子的模样 夜昭不知妥当 只觉两全其美 前景如画 她果断抄几笔 一鼓作气 将后天要记的信也写出来 写了半赏 门外鼓婶来报 夜昭立即将纸笔丢给秋华收起 无让郡王知道了 秋华接得满手失磨 小声嘀咕 哪有正式奶奶给表妹写个信 闹得和偷情似的 夜昭回首 怒道 混账 什么形容词 难听死了 你们读的书都去狗肚子里了吗 秋华纠正 呃对对对 是红杏出墙 夜昭更怒 放屁 老子什么墙都没爬 宋信回来的秋水没听心 听见将军发怒 立即奉唱 笨 将军还用得着爬墙 都是用轻弓飞过去的 夜昭狠狠敲了他们 一人一个暴力 还想再教育 古婶已经气喘吁吁 跑进了哀怨道 将军 郡王爷受伤了 还很生气 让你过去 夜昭猛地站起 和问 是谁这么大的狗蛋 古婶吓得抖了下 结结巴巴说 是黄金的狗蛋 他说了两句 觉得不妥 赶紧解释 郡王爷见到墙壁里的 黄金亮闪闪地向军摸 结果黄金掉下来 砸伤他的脚 现在整个脚背都肿起来 躺在床上 哎呦呢 紧接着 出去办事的西顺回来 说袖水凉伤们 死活不肯 降低凉价 郡王爷气得厉害 连把脉用的磁枕都砸了 让将军 快商议如何处置 秋华捂着脑袋上的大包 惊叹 郡王爷真了不起 连树个伤都是用金子砸出来的 尊贵无比 秋水更是佩服 厉害 举世罕见呐 古婶自豪地说 那还用说 也招无语 他丢下三个蠢货 跑去卧室 见地上堆着许多黄金 医师正在给夏玉锦 震骨疗伤 夏玉锦豪得和杀猪般响亮 指着浑账黄金痛骂不已 带洗衣服进门 他瞬间降低音量 硬生生 忍下痛出来的泪水 咬紧牙关 通身都是大无畏英雄气开 只关节儿捏着发白 谈笑风声道 不过小小杂伤 有什么大声响外的 死要面子活受罪 谁也不敢拆穿他 大夫没见过这一般情景 憋笑憋得几乎内伤 夜昭一本正经的安慰 这点小伤对男人大丈夫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 夏玉锦又觉得他淡定的好郁闷 好不容易等脚背高要包裹好 他喊过气来 正色道 外省粮价突飞猛掌 也不知是谁在大肆收购 难以凑齐振栽需求 我们剩下的粮食 纵使千省万省 仅够秀水百姓十天使用 我想从秀水商人处调些粮食 可是那群狗奸商 无论怎么逼他们 都硬咬着牙关说仓库空虚 没粮出售 除非出高价 才能想办法从其他地方掉下进来 我气得手脚软 才一时失手 大家很给面子的点头 秋华大叫 去劈了那群狗奸商 看他们交不交凉 夏玉锦摇头 脸上散发着仁慈的光辉 太残忍了 我心情善良 以德服人 以礼服人 哪做得出强迫人的事儿 也不好让媳妇辛苦到处杀人 传回去 黄老狼肯定骂我没用 总归要他们心甘情愿 把粮食掏出来才好 听着他义正言辞的自夸 蟋蟀打了个寒颤 古婶偷偷翻了个白眼 叶昭提醒 别白受伤了 对 夏玉锦琢磨半少 事然道 去告诉各大商家和大户人家 就说我忧心江北断粮之事 三天没失业犯 体弱无力 不失受伤 让各户当家人都速速带众礼来探望 供商振哉大计 带侍族们跑出大门 他再次提高嗓门吩咐 要众礼 别怠慢轻差哦 带侍�rea 四个 四个 二航 三航 四个 四 Gren